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请到的这个王牌很厉害 因为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每当夜深人静 那时候我还是个DJ 然后我就会放松他的歌曲 我的宣传片当中 总是用他的歌曲 去安抚不同的人 为什么 因为夜晚的人都是很寂寞的 他们都是很孤单的 他的歌曲都是跟寂寞有关系 但是正是因为他的歌曲 会给人很多很多的力量 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光芒 在你想放弃的时候 在你有时候无助的时候 当你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 无形当中你会感动 无形当中你会想哭 哭完之后就释放出来了 这一次应该是说经历了三年 又带来新专辑 我们在上台之前 有互相称呼 虽然说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们叫兄弟 这是我们的秘密 也许你不知道 但是我想看完这期节目 你就知道为什么会称兄到底 真的很想见到他 真的很想见到他 因为以前一直以来都是听他的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们今天是为了非常厉害的来宾 欢迎欧德亚 欢迎 欢迎欢迎 哈喽哈喽英环你好 对应该叫兄弟拥抱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对 来就做就做 好谢谢 这样专辑经历过三年 是 对 而且他是因为感动而来 名字叫因为有你对不对 对没有错 这样专辑是 就是在我经历生命最低谷的时候 然后因为有一个人 他让我可以挥别过去 他让我可以找回自己的梦想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准备这张专辑 然后一直到 最近总算把它给完成了 因为有你的全新创作专辑 不放弃 不哭泣 不说累 黎明来临 天的南辽 迈开脚步影响未来 不再彷徨 但是我想作为一个 因为你已经红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们会想这么红的一个人 他还会又重新又去发现不同的梦想吗 当你最当红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梦想了 其实那个时候孤单北半球 在唱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压根也没什么梦想 没有吗 真的 我那个时候心里很简单 只是想着 想唱歌 然后呢 然后自己的声音可以有一张专辑做纪念 这样就好了 然后因为再加上那个时候因为家人的反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这样子当作一个纪念 当作一个纪念至少 这有做过音乐 然后有一个作品 这样子 你家里也反对 跟我们家一样的 那时候我好像做主持人的时候 我们家里特别反对 不准做 所以才出现你那张专辑 不用你的这个就是照片是不是 是是是没有错 我倒是想 怎么会用这个卡通人像出来 但是会觉得很浪漫 很浪漫啊 对啊 那个时候其实当然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什么一个策略 对啊 现在会觉得这叫什么 叫做欲情故纵 欲情故纵这样子 对啊 对啊 那如果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就出来的话 大家看到我这张脸 大家就不想听歌了 没有 马上幻灭的感觉 不会不会 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很多年前吧 你是一 03 04年 03-04年 对 因为我在其实在更早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发过唱片了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组合叫亚亚欧 我知道这个组合耶 亚亚欧耶 真的吗 真的知道 知道这个组合的都有一个年纪了耶 对啊 我就比你小十岁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 好吧 哈哈哈哈 你懂啊 对对 真实 就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做了组合 然后呃 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家人就一直坚决反对我做音乐 他认为 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至少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你的吃喝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但是我真的很爱音乐 从小就是 那我为了要不让他们担心 又可以让我继续做音乐 所以就做了一个不露脸的歌手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 后来知道说大家好像对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就非常的 有一个不露脸的支持 嗯 后来又继续录了第二张第三张专辑 那时候还是一样持续不露面 那但是为了要让家人知道我继续在我在工作 所以我自己开了一个公司 嗯 对那最简单了 时间自己的 对然后就可以 持续做音乐 那一开始公司经营的也不错 嗯 那但是就是可能因为不错 这个野心有点大 就就越开越大 就自己投资会蛮大 是 但我还蛮有同感的 因为之前也是家里反对 嗯 完了之后就是 后来我也是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来自己做 但是我不像你那样子 就是我是稳打稳算 哈哈哈哈 不是我是没有钱投资 哈哈哈哈 我是我其实我也是没有钱 我从一开始就是在做借钱在做事情 借钱了吗 真的真的 我都不敢借钱投资 对啊 而且而且那个时候我人缘蛮好的 我开口就就就 人家钱就借给我 对我的信任是很十足的 可是后来就是越借越多 一直到三年多钱 我还非常记得是2011年的7月6号 哇那天那天支撑不住了 对然后再也借不到钱 因为手机里面 所有的朋友都是从朋友变债主 这样子 然后公司倒了 那天晚上下的大雨 晚上没有地方睡觉 而且身上身无分文 就是到这种 就这么惨吗 非常惨 所有不好的事情那天全出现了 对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 有一种解脱的 就是觉得啊 总算停了 不用再去筹钱了 再筹钱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想到说 晚上没地方睡 对 明天又能干嘛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然后 那时候就想说 算了 那就我干脆就 离开地球 结束在世界上的一切 就你想自杀 是 是 那时候真的就想自杀 你是一个很 我觉得应该是很成熟的人 而且也成功过 怎么会想到要自杀呢 我也觉得我这么乐观 我非常乐观的人 嗯 然后大家就是说 还有成功过 该该有的都有 连这样子我都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是因为觉得自尊心很强 因为欠朋友那么多钱 还是 不是 我觉得完全没有希望 觉得没有希望 完全没有 没有再起来的希望 而且这些钱我都还不了 因为数字非常的大 多大呀 我想知道 嗯 大概 人民币一千万 天哪 一千万 对 一百万我没有见过 对一千万 就是我觉得 已经不晓得怎么去还这个钱 是 而且连 遭到 呃 吃饭钱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觉得 好像没什么好留恋 对 所以真的 非常低潮非常低潮 那这个时候就是 就有一通电话打来 嗯 就是我的经纪人 嗯 然后他其实也知道我的状况 嗯 只不过他不晓得这么糟 嗯 嗯 所以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就是 就知道说我 已经有这种不好的想法 又紧急伸出援手 然后安排我到一个地方去 嗯 然后 至少有地方可以休息 睡觉的 嗯 然后那个地方我待了三个月 然后 就 其实 也没有干嘛 就什么人都不敢碰面 每天哭每天哭 然后 就胖妹姐带你去 是 是 是教堂吗 我不好意思 没有那个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从台湾 到大陆来 到大陆 他等于说 在大陆躲在是吗 是是 我真的在大陆躲在 因为我也不想哪里能去 就在这 然后每天就看着墙壁这样子发呆 然后就掉眼泪 对 就是你这样子就 就会掉眼泪 难受 难受 一天自闭 我也不敢见人 然后有人来敲门的时候 我就下意识的很紧张 已经咬到这种恐惧了 以为在主追上来了 对 虽然 现在回头来看 他们是不会嘛 对 因为是朋友 可是那时候给自己心里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对 对 那后来三个月之后 因为胖妹姐看我这样子也不行 所以就 就回到台湾 就回到台湾 但我想我觉得我能做的事就是音乐了 那时候就开始准备专辑 其实那个时候 我在中间有做了一张专辑 叫留给幸福的十张纸条 留给幸福的 留给幸福的十张纸条 十张纸条 对 那也是我的创作歌 是首创作歌 可是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是很恐惧的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回到教会 然后 我也不敢宣传 因为很怕就是我上了电台 下面就一群人在读我这样子 还带还带 是 我就是一直在活在这样的恐惧 所以我宣传不到十天就结束了 对 因为专辑在谈幸福 可是 你不幸福 我完全不晓得什么叫幸福 在那个当下 但后来就 真的没办法 真的 然后 撑不下去只有胖妹姐就带我进去教会 其实我回到教会 因为很早一些就休息了 那你为什么会 没有散播 其实他 他那时候还怕我说 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心思到说 连 去教会也没有用 连 连神都救不了我 就觉得好像没有希望 对 是 那种希望是怎么找到的 就是那种 相信 我觉得神一定会帮我的 那种 就是我那个时候 回到教会的 听到的第一首歌 就叫做 《因为有你》 就是这张专辑 是 同样名字 然后里面 就有一句 他里面的歌词就是 《因为有你》 我可以挥别过去 《因为有你》 我可以重新找回自己 然后里面有一句歌 特别有一句歌词叫 《让破碎的能歌唱》 我就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 因为 我这么爱唱歌 这么喜欢音乐 可是在那个时候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也不敢做 然后我就 就哭得哭得很难过 你知道 然后 就 哭完以后 我就其实觉得 整个人释放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小 就觉得很轻松很舒服 觉得 《让破碎的能歌唱》 这句话一直深深的 印在我心里 《让破碎的能歌唱》 我那个时候 已经是完全破碎到极点 所以 之后我当时很稳定的 就在教会里面 就那个开始慢慢被教导 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样子 那 然后也开始在准备 现在这张专辑 所以 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很奇妙的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已经 坦白讲已经没有钱 也没有任何资源 我只能自己当制作人 就是有一点 被硬逼的上架了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自己当制作 完整做一张专辑的经验 所以我就 包含你看 在专辑里面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的话 制作人 编曲 和声 吉他 其实很大部分 都是我自己的名字 在哪里 我看看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 这边是 每一首歌的幕后工作人员 你就可以看到 几乎 制作人 欧德阳 然后 和声编写 欧德阳 编曲 欧德阳 吉他 欧德阳 其实全部都是自己来 这是因为 说实在是 最主要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 那我觉得刚好 对我来讲 我从现在来看 它就是一种考验 那我倒对音乐到底 是不是真的这么喜爱 在已经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还愿意 你还愿意去把它做出来 然后也让自己 我觉得是自己的钱 能有被激发出来 就是我以前 从来自己没有编过曲 可是我这张专辑居然自己编了两首歌 其实我也有很大的同感 就是 我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很多是导演制作编稿 亲自去参与 但是 是什么样一种力量 会觉得 因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 所有人在帮你打点一切 是 不然之间 要重新的 你知道那种状态吗 就是要自己亲力而为 是 就感觉没有人替你做事情 那种感觉 会不会觉得有种失落感 还是说 不会 其实我在座的当下 其实我是很兴奋的 因为 我知道我做这张专辑是有目的的 不是想说要再有一首歌喉 或者是说 大家都为我鼓掌 其实都不是 其实我做这张专辑 最希望的就是 能够透过自己这段 从一个灰色很糟糕的 一个欧德洋 转变成一个 现在很积极很正面的欧德洋 我希望透过这张专辑 把我的故事 能够跟大家分享 也许可能有电视机前的朋友 可能 此时你正经历 你自己的一些很大的困境 或者你的朋友 可能有类似的状况 也许我的经验可以给你一点帮助 然后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些磨难 然后去经历这些磨难 它都会变成一种很棒的祝福 所以后来你是从这个阴影当中走出来了 确实 是 是 我相信我现在即便将来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都可以很勇敢去坦然去面对 然后也不会再想不开 又要去离开地球了 对 我也是 有段时间也是抑郁过 后来也是因为妈妈带我进入到教会之后 我就变得很坚强 当我碰到痛苦的时候 有时候会想 神都在帮助我 我还怕什么 是 有时候我很孤单的时候 比如说 我都会告诉我自己 有什么好孤单的 是 旁边有一无心的力量在帮助 是 有人做靠单来怕什么 对 对不对 所以就多了一些勇气去做一些事情 是 我现在跟你也是一样的 不是 我每天 我要写稿子 写策划 还要主持 也要排行各种的事情 亲力轻微 亲力轻微 哇 对就是 但是我想这也是 无心当初的一种 有心她在考虑 是 没错 对 可能过去我会想 我很羡慕别的人 为什么别的艺人 很多人在帮助她 有助理 原话都是有 不能协许协计 为什么我没有 但是 我觉得要经历过这种 心理上的 就刚刚跟 我跟杨老师聊了 就觉得 你能够觉得这是一种 对你的考虑 是 会觉得 很有诚感 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 经过这张专辑以后 我觉得我接下来的专辑 应该都会自己制作 因为我已经当上瘾了 对 当上瘾了